再往下说,我再缩减一点 我们现在来看看公元七五年代 一看到这个年代,我们就想到谁了 李白杜甫,白居于汉没出生 这个王伟,孟浩然,一大堆唐代诗人就跳出来了 当然我们也会想起来唐玄宗以及他从来的女人杨贵妃 唐代圣唐时代,就是中国的这个集圣时期 很多人都认为圣唐达到了中国历史的顶峰 后来安史之乱爆发了 好像中国的国力就变弱了 那么大家先看这个图 就是公元七五一年代 大家看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中国的唐玄朝 你看他的版图非常的了阔 在这之前还有更了阔的时候 因为打败了东突厥和西部厥之后 在唐太宗唐告宗的时候的版图最大 这时候已经是到了开元天宝元圈 这时候已经唐宗宗的那个时候了 你看,另外还有一个版图特别大的帝国 就是阿拉伯帝国 阿拉伯帝国的阿巴斯王朝 阿巴斯王朝 中国人把它叫黑衣大师 黑衣大师 黑衣大师前面还有一个沃玛亚王朝 中国人把它叫做白衣大师 黑衣大师啊 被白衣大师取而代之 就是公元前 公元七百五十年的时期 那么当时最大的两个帝国 一个是唐帝国 一个是阿拉伯帝国 就是说中世纪的世界最强大的 是这两个帝国 还有一个就是范战田帝国 但是范战田帝国那时已经走下坡路 虽然它一直延续到公元一四五三年 土耳其人占领了军事坛兵报 那么大家看 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的 达罗斯之战 东西方两个帝国进行战争 这个其实是很少 那么最明显的一次战争 就是达罗斯之战 发生在公元七百五十一年 当时啊 这里有一个小国家叫石国 唐宣账取经都曾经去过这个地方 石国 石头的石是一个突厥人民主的国家 那么这个国家的位置正好在两大帝国之间 两大帝国之间 中国历史发展到这个时候啊 就是唐帝国也曾经想过向西扩张 阿拉伯帝国也曾经想过向东扩张 并且在开元年间有过军事冲突 阿拉伯帝国也意识到唐人不好对付 不好对付 那么这个石国呢 因为他对这个唐朝的使臣呢 礼节上不够 所以高先知啊 唐朝一个大将军 高先知呢 因为他当时在西域渡部府 他就在这边做督布 他就带着军队啊 去把那个石国的这个国王王后抓起来 押送长安 那结果石国呢 那个王子呢 就到阿拉伯帝国去颁救兵 这时候阿拉伯帝国是非常强盛的一个状态 我们知道公元七世纪 也就是唐 那个唐 就是李世民的时候 唐太宗的时候 那时候出现了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那时候 一起来不得了 很快就统一阿拉伯 紧接着四大哈里发 就横跨欧亚非 紧接着就是沃玛亚王朝 他的绑图范围跟这个差不多 然后阿巴斯王朝就推翻了 莫玛亚王朝 绑图非常的两个 这个时候 这个是一个势不可挡的时候 那高先制呢 显然对阿拉伯帝国 他们的这种战斗力缺乏了解 结果呢 他就劳失西远 带着那个唐太宗的军队 就打过去了 结果没想到 对方以医代劳 已经准备好了 给我唐军吃了半仗 唐军吃了半仗 这次战役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在哪里呢 就是这场战役打了以后啊 东西放逃 后来就很少 就没有发生过大的军事 除非是蒙古人啊 这突厥人呢 这种大规模的那种向西进攻啊 就是说 力度于中原的王朝 已经力度于中原的王朝 跟这边的阿拉伯世界 或者穆斯林世界 就没有什么大的战役了 就是打阿拉似之战 那这只是说这一次战役啊 这次战役啊 这次战役呢 发生的时间点 正是在两大帝国最强大的时候 那么之后呢 就是唐帝国爆发了安始之乱 公元七百五十五年 这都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都是唐宣宗的时候 唐宣宗啊 这位皇帝啊 在前边三十年是很有作为的 就是开元年间的唐宣宗 很有作为 但是到了天堡年间 这位皇帝老儿 就整天的懒得不做事 而且整天相信道教 觉得他自己是半个神仙了 所以把这个权力 都交给杨国中 林府之类的人掌管 自己整天 就是从此君王不上朝 他不上朝 并不是完全因为杨贵妃了 他是越来越懒惰了 这个时候 其实发生了两件 可以避免的事情 一个就是打罗斯之战 一个就是安始之乱 安始之乱本来不该发生的 可是就像唐宣宗 他不理朝政 结果朝政 结果杨国中 然后各地的 也让这些地方节度史 让他们自己去发展 这些结果是拥兵自重 不仅有军权 而且有财政大权 结果安鲁山十四民就开始叛乱了 唐朝在一个第一状态突然就走向十二路 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的偶然性很大 因为唐朝是一次民族大融合以后 起诉了很多新鲜的血液 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 真的非常强大 而且前面的这些君主都很有作为 贞观之志 这个唐高宗 那个武则天的时候 永辉之志 这个武则天后来的那个贞观一风 一直到这个唐玄宗的开源之志 都非常强盛 结果呢 所以就这边有一个东西 一个人在位不能太久 中国历史上我看看看 暂卫二十年以上的很少不出乱子 三十年以上的几乎都是要闹点毛病了 给国家带来灾难 除了宋仁宗以外 大概都有这个问题 唐玄宗是非常典型的这么一个皇帝 所以我们说历史上这种 在一个绝对的专制的这种国家 权力过分地集中所产生的结果有时候 就是这位君主啊 他出了问题啊 这真的是谁也救不了 结果就出现安逝之外 一直打到七百六十三年 长达八年时间 这个我们读唐诗这时候都能感觉到 因为我们所熟知的那里白都 广为那些伟大诗人都出现在这个时期 另外一个就是伊比利亚半岛建立了后沃玛亚王朝 你看在这里 伊比利亚半岛 今天的西班牙土豆呀 因为这个阿八四王朝建立以后 那么这个沃玛亚王朝的这个王子就跑到这边来了 他就建立了一个后沃玛亚王朝 这是在七百五十六年的事情 那么这两个阿拉伯王朝呀都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呀 这对一大片世界 半战宁帝国还好一些 欧洲这时候所谓的中世纪黑暗 这时候所有的知识都控制在神智人员 或者是王室这时候 这时候大家只能去听这些神智人员 告诉你是什么就是什么 这个时候呢 其实只有阿拉伯人呢 他们把这古希腊古罗马好多东西收集在一起 把它翻译出来 像这个阿八四王朝 他们建立了个翻译馆 这个人类用这个精华的翻译馆 然后这些翻译的好多东西 后来又传播到哪里 通过阿拉伯世界 传到了后沃玛亚王朝 然后这后沃玛亚王朝 时间也存在了三百年之久 它正好是在欧洲的大门口 在欧洲大门口 所以这个 而这个地方是 大家知道伊比利亚半岛 基督教收服运动 长达七八百年 在基督徒和穆斯林 长期的征战过程中呢 像我们大家去的这个 Toronto啊 Toroba啊 那些城市 都是什么 基督徒和穆斯林这些学者都在那里 结果变成什么呢 好多 这些阿拉伯世界翻译出来的东西 经过后沃玛亚王朝呢 传到了欧洲 传到了欧洲 那么 所以这对人类世界的影响也很大 另外几件事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罗马教皇派大主教为匹平加冕 就当时法兰西 大家看这里 这有一个法兰克王国 法兰克王国呀 当时有个宰相叫做匹平 他后来串备了这个王位 那他要靠这个罗马教皇的帮助 那罗马教皇也感谢他 怎么样呢 派大主教为匹平加冕 他就做了法兰克的国王 这个匹平是谁呢 就是后来的查理曼大帝的爸爸 那么这个是有什么重要呢 就是说 在当时的基督教世界来讲 在欧洲这边呢 是这个教权和王权相互之源 那么 教皇派大主教到巴黎 为匹平加冕 就怎么样呢 就确立了一个东西 就是教皇啊 就是国王呢 都得军权神兽 就是我们到欧洲旅行 我们大家看好多王冠上面 都有十字架 或者是雕塑上面的那个 闹一个王冠上面 又有十字架 军权神兽 这对欧洲的理论影响非常大 那同时 大约是同时的又发生一些事呢 就是半战亭皇帝呀 毁换圣像运动 半战亭帝国 从公元前三百三十十年 就可以算起了 那时候军事坦兵大帝迁都到军事坦兵堡 那么在漫长的时间呢 就跟那罗马 等于是分开了 因为当初的西罗马帝国在公元四百七十六年已经灭亡了 后来罗马这个有个教皇国 是个很小的国家 那么这个半战亭后来呢 他们就怎么样呢 这个宗教上就跟那个欧洲这边形成了一个区别 很大的区别 皇帝的权力绝对的大 在利奥三世的时候 半战亭皇帝 利奥三世的时候 毁换圣像 因为以前所有的宗教都是没有圣像的 基督教原来也没有圣像 后来出于一种通俗的宣传出现了圣像 那这个半战亭皇帝呢 把这圣像都把它毁掉 大家去土耳其啊 卡巴多西啊 那个洞里边好多像被毁掉 其实那时候就跟那个半战亭毁坏圣像 很有关系 但是卡巴多西啊 更多的东西 是在毁坏圣像运动以后 又修建起来的 所以它有好多圣像 当时还涉及到很多很多历史 因为什么呢 因为教会的这个权力太大 战友的土地太多 神职人员又不去打仗 也不当兵 所以利奥三世需要怎么样呢 要增加队伍的实力 增加军队 还有呢 利奥三世呢 他当时打仗 给他打仗的那些人都是新贵族 他们的土地从哪里来呢 利奥三世就把这些 教典 这些宗教人员的这些 神职人员的土地 大量的把他抢占过来 然后给他 给这些军职人员 跟军队的人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毁坏圣像运动啊 从公元七百二十六年到公元八百四十三年 时间很久 那么在公元七百五十年的时候啊 是军事坦定五世在位的时候 他对圣像的毁坏 比武器 六三世还要厉害 所以在这里边 我们透过这张图来看到的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啊 这个世界的格局啊 大致已定 你看这边是儒家的世界 儒教的世界 唐代 积圣 那个时候人们建功立业 奋发有为 这个时候儒家也积圣 那么这边呢 伊斯兰教 也是积圣 然后在基督教的世界 这个时候虽然还没有到这个东西基督教世界大分裂 1054年才发生大分裂 但是这个时候啊 你会明显地感觉到 这边呢 是什么呢 西欧这边 这边都是什么呢 王权和神权相互制约 常常呢 教权 比王权还大 但是在半战廷帝国呢 皇帝绝对说话算出 你会发现 东正教有个特点 这个时候还不叫东正教 但是 它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东正教最大的特点 其实东正教 我们知道它是服从王权的 无论是半战廷帝国也罢 还是后来俄罗斯也罢 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世界啊 所以各种文明都到了一个成熟状态 这个宗教的格局都已经形成了 而在印度呢 出现一个拉齐普特时期 Rodget 这个时间也很长 七到十二世纪 时间很久 那么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时候很多国家都是拉齐普特人建立的 去印度旅行啊 像在Jampo啊 Agora啊 好多地方看到的那些建筑其实是拉齐普特人建筑 拉齐普特人 他们信仰的是什么 印度教 其实拉齐普特人的祖先都是那些 前面好几百年从中央杀进去的那些民族的后代 他们本来不信印度教 可是他们进去之后 他们慢慢被这种印度教印度文化所融合 结果呢 后来就变成了印度教和印度文化的捍卫者 而且形成了一个族群 就是Rodget 拉齐普特人 你看有意思吧 这是印度教 这些最忠诚的捍卫者 其实是外来入侵者的这些人的后代 那我们最后 我们再讲一个时代